昨天陳佩奇那一場記者會 大家都在問 會不會因為他說太多 反而加速曝光了柯家的金流呢 簡聯追查金流連續幾天 追出了柯家銀行保險箱 反而逼出了陳佩奇清上火線 不只解釋了保險箱 還加碼秀出了4300萬的 商辦購買明細 結果特別被討論出其中一項 1440萬的款項 立刻聯想到小省1500 說不清楚 可能會引火上身 為了證明ATM存進去的都是乾淨錢 陳佩奇還交代了柯家的五大金流 結果你看到 今天柯文哲就二度被提訓 鏡頭下的一抹微笑 要怎麼解讀 好 金鎧高報信的觀眾朋友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陳佩奇昨天 一次要面對找媒體 但是媒體只有找三家 說實在 觀眾朋友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他在面對媒體 三家媒體的這38分鐘 當中有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一一來檢視 不過真的有一點 開場我先跟大家說 他在講到說 哎呀 對不對 柯文哲他進去之前 只跟他講一件事情 爸爸得癌症 好好照顧爸爸 說實在 不管你是不是刻粉或是刻黑 大家聽到都心聲聲 所以我們從中間來找 柯文哲常常講說 怪怪的 哪裡怪怪的 先跟大家講 第一個 他要告訴大家 我買這個商辦 都是自己來的啊 結果你那個東西 早在中期進行回事 就給他拿出來 現在拿出來 你現在已經被擠壓了 第二個 他說各界都質疑我的錢 質疑我們家有 可能哪裡來什麼不同 他說沒有啊 因為從2016年 我父親過世以後 我媽媽繼承了 這個他先生 因為夫妻財產共享嘛 然後後來給我錢 所以我才會一筆一筆的 媽媽給我的500多萬 整個加起來 有1628萬 他全部給你算喔 先生也有稿費啊 先生也有通告費啊 然後呢 還有選舉的結餘款 一個一個都講出來 這五部分加起來1628萬 俊江哥跟我 都不是柯文哲軍院總部人 我們不是北市府的 但是柯玉安市 他馬上一對 2018年選舉結餘款 230萬 太丟了 他說那時候哪裡 根本當時算完以後 還賠60 怎麼可能會變成230呢 所以有件事是這樣講 我剛剛已經講了 與人為善 寧可相信 這個陳佩琪講都是對的 但是有一句話 俊江哥在這邊講 已經進到司法程序 柯文哲都積壓中了 多說有可能會多錯 對 這就是剛剛大家 在討論的時候 多說多錯會不會引火上升 多說有可能會多錯 既然都說了 我們就要好好檢視 那有個人他都不說 他就是柯文哲 他今天再次被這個 借題去提訊 那柯文哲今天進去出來 因為媒體都要緊拍 柯文哲居然也 我們昨天講 彭正生露出一抹微笑對不對 對 今天換柯文哲也一抹微笑 那柯文哲其實基本上他的 有人說他抗壓性很高 有人說他其實跟一般人 不太一樣 所以呢 他看起來 我該怎麼講 有種違和感 他還蠻 好像還蠻坦然蠻宜然自得的過程 但是你看像易小微 也再次被這個借題 他就一直都是很在意這一點 我相信有的人就 在乎有的人就不在乎 手上被上手銬 但是不管怎麼樣 媒體跟他喊話 他都沒有回應 這是柯文哲 那剛剛講陳佩琪 觀眾朋友 陳佩琪剛剛所講的第一部分 1628萬五大金流 他交代給大家看 但問題是 還有你去ATM存錢為什麼 他說我就是去存啊 我習慣就是這樣 那問題就來了 觀眾朋友現在問題來了 第一個 你去存給你的小孩 三個不同的戶頭 你的三個小孩嘛 去ATM存的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你手上有錢 你要給小孩 你又不想遇到人 不想靈貴對不對 那你手上為什麼會有錢 陳佩琪是聯醫 婦幼醫院的醫師 柯文哲是台北市的市長 他們兩個是拿現金嗎 他們兩個不是拿現金啊 這個月薪都直接轉到郵局 我們今天不能夠沒事就懷疑人家 可是我們今天就按照我們合理的一個社會 你怎麼那麼多現金 然後底底存 然後加起來大概600 對 那怎麼會有現金呢 你又不是說去做那個有沒有 雅琪阿力百攤 我每天都香腸 那我三十五張 都不是收現金的啊 那我問你 對不對 他為了證明 現在我們大家討論的那600萬 分批純淨ATM的現金 他不是先告訴我們了嗎 那1600萬的五大金流 我們的錢都乾乾淨淨的 600萬從這裡來的呀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 他的母親給他現金 然後柯文哲的稿費也都是給現金嗎 你要去看銀行裡面有那個款項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第一個 我只會告訴你怪怪的 我不會說絕對有問題 我也沒那麼懂 第二個 他講說我為什麼要用保險箱 這也是第二個問題 這是原文啊 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有看的話 我現在幫你做重點整理 他說柯文哲2014當台北市長之後 他的工作就不穩定了 所以呢 他想說總要存個錢 家裡面有幾個狀況的時候 孩子能用 救急用的 台北市長身邊不穩定 他不是每個月要固定零薪水嗎 怎麼會柯文哲當了台北市長以後 變成工作不穩定 這大家用怪怪的 第二個 你說要給家裡面的小孩子 有緊急用的錢 我想有的人會啦 一般阿嬤都撞在裡面賺錢啦 你存在保險箱裡面50萬 又不通到三體線喔 對啦 不是 你放在那個保險箱裡面50萬 你真的很急用的時候 剛好今天是禮拜天 他小孩怎麼去銀行把保險箱拿出來 我不知道 就是說這個金額 如果你講說5000萬 那要保險對不對 50萬放家裡 一般我們台灣老百姓 只要是小康家裡 應該也還不過分吧 所以你的這個說放在保險箱裡面 兩個保險箱還不是一個喔 這邊50這邊50 這又跟一般的台灣百姓的這個生活的常識 又不一樣了 你放50萬 租保險箱幹嘛 租多少錢我不知道 第三個 第三個 這個就是沒辦法了 因為陳北姐願意面對嘛 他就講了嘛 你今天放在保險箱裡面 現在看起來 先前有沒有多 有中不中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懷疑 至少這兩個50 100萬 他漏申報了啦 去年12月5號 對 因為基本上是這樣 你的動產不動產 你的這些 可能這個20萬以上的 這些珠寶手錶什麼的 還有就是存款 銀行都有存款 監獄的資料你都要申報 現金 這個叫做現金 因為我有現金300萬 沒有放在那個銀行戶頭 有放在戶頭裡面的叫存款 沒有放在戶頭裡面叫現金 要不要申報 要申報 他沒申報 所以這100萬等於就漏報了 那當然漏報就補一下 也沒什麼 所以這麼多的事情 講來講去以後 大家就會發現說 那你為什麼會有現金能夠損 剛就這樣給我講了 我不知道 可能是大家後續再去問 你有錢要給小孩 大家理解 但是你的錢跟你現在的錢 基本上應該是來自於銀行戶頭 你就用網銀轉過去就好了 可是顯然你的身邊會有現金 然後你又不願意零貴 所以跑去ATM 可是你不願意零貴 你卻又住了保險箱 你又一定要到銀行去 那不就也就遇到了 銀行裡面的人跟服務人員 你還是得泡銀行 如果你是一個真的好 我有色孔 我就不要看到人 所以我就不想要去 我都半夜11點 大概都關起來 但是你租了保險箱 你就一樣等同零貴 等同在銀行出沒 等同被看到我的陳佩琪 但重點是 陳佩琪也不是周美欽 好像都不喜歡記者來拍 他也會上節目 也會去買 去市場 去走來走去 所以有色孔的問題嗎 看來也沒有 所以這些東西講來講去 大家就會知道說 你的這些動作 因為全民都在看 鍾小平議員今天也在我們現場 他就說 他也有生喉嚨 有人跟他爆料 他說9月10號的時候 才去就是他們家附近的 那個地銀行的信義分行 你也去那邊辦業務 所以這些事情 會有很多人 大家在講 我們昨天講的跟今天是連貫的 當出現保險箱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到底是不是有其他 以前秉安的時候 大家聽到保險箱 會有很多的聯想 而最後我要告訴俊翰哥的 既然都決定要面對對不對 這就回到我的本科了 我們都記者 其實基本上 我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因為他決定要做這個事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要負責任講 我沒有意見 因為我現在當評論員 我不是第一線記者 可是跑民眾黨 跑柯文哲記者的炸鍋 今天三家媒體有訪問 另外三家以外的 那一二十家 大家都講說 其實怎樣 原來是可以專訪 我們也想要申請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其他媒體要怎麼辦 就炸鍋了 好 那幫這個 陳佳琪安排的 應該是陳志涵 陳志涵也是媒體出身的 以前我們同事 他都說對不起 來 我話給大家看 他說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佩琪醫生希望能夠 說明外界的疑慮 所以我們才安排 幫他做媒體訪問 那為什麼會找這三家 而沒有其他 這三家以外的媒體 他說這是尊重 陳醫師的決定 好 問題就來了 這又尷尬了 現在民眾最討厭的就是說 檢調辦什麼案 只有特定的一家兩家 剛好就三家 對 就你們三家天下獨家 所以一天到晚 都只有這三家 而你自己 你也在做一樣的事 你也只給三家 你也挑選媒體 你要怪檢調都只挑媒體 對 自己也做的事情 這沒什麼 這是最後一點 那你引起的同樣在跑 其實我跟俊翰哥 還有那個報信 觀眾朋友大家報告 跑民眾黨的記者 其實基本上 這個是我的路線 他不會希望民眾黨爆炸 民眾黨好 柯文哲都會 拿來天當總統 他們大家也就變成是 很重要的記者 沒有 記者沒有什麼立場 就是跑這條線而已 可是你卻只挑了三家 而讓其他記者 沒有辦法訪問你 我覺得應該用公開的方式 或許在媒體的整個呈現上 跟社會的建築度上 會比這次這樣的模式 會更好一點 好 宇軒 我們看到了這一場記者會 今天真的是後勁極強 陳培琦醫師他想要解釋 他想要滅火 但他解釋了什麼呢 還是你陳培琦跟我講說 你當道醫生 扣恩哲科學理性勿司 然後你們兩個 手機沒有行動銀行 你如果打開手機 你怎麼辦 你如果打開現在手機 發現你有行動銀行 你怎麼辦 你如果有用行動銀行交易 各位你知道嗎 你去零貴轉帳 跟手機轉帳 它是會顯示不一樣的 你如果被我們張到 你有手機行動支付的交易記錄 你怎麼辦 一開就可以查了 你跟我講你都不會 你都不懂 那包括2023年 4 5月 為什麼400多萬 你怎麼存的 掉記錄 手機掉記錄給我們看 來源是哪裡啊 哪一個ATM啊 你的現金是哪裡來的啊 你跟我拉東扯西 去講那什麼1628 不是那個1628 根本不是一個數字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1628是說 我從我媽媽的帳戶提了500多萬 我個人的帳戶提了500多萬 柯文哲的存款有100多萬 選舉補助款有200多萬 然後還有稿費 我們講六七十萬 你到底在湊什麼啊 這些東西跟你怎麼樣存1600 19萬進去有什麼關係啊 有出有進耶 有些是柯文哲限額的存款 而且還不是全部耶 他自己也承認啊 說這不是全部部分的帳戶啊 所以這瘋馬牛不相干嘛 你就是在轉移交點啊 然後問他 記者有問他 說你那個小孩子的那個帳戶 你是怎麼存的 為什麼要去存 馬上就哭哭哭 哭給你看 那也沒回答 好 那這個我就放過你了好不好 反正你也講不出來啦 那我就講嘛 你保險箱 請問一下陳沛琦 只有這兩咖嗎 今天檢調查的是你柯文哲 親友 親戚跟朋友 到底有幾咖啊 只有這兩咖嗎 當時問你你也不講啊 後來才跟我們講4300萬 你買房子啊 那請問一下到底檢方扣押了什麼 不是 陳沛琦是跟我們講說 裡面只有50萬金氏浴室啦 就這樣子而已啊 那個是給我小孩子的什麼應急錢啊 因為我老公喔 這個我們講的 不是 各位 你知道他說我老公職務很不穩定嘛 對不對 他說市長這個工作很不穩定嘛 那居然可這句話是大謊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可問你這市長卸戀後 你知道他幹嘛嗎 歸建台大醫院 然後後來給人家領退休息 無縫接軌 所以代表他就算市長沒得當 他也可以回台大醫院嘛 所以你從頭到尾在騙人啊 那你在騙了老半天 那我就問你 查扣清單為什麼不秀出來 檢方到底扣押你多少的東西了 不要在那邊講那麼多啦 我跟你講 我就定掉最後4個字啦 他做這個目的是什麼 隔空串供 就是要讓柯文哲知道 外面現在到底進展到什麼進度而已 隔空串供 來 陽明 所以人家一句話就說 會不會所有的一切其實都是 簡連 我就讓你是證人 我讓你大嘴巴 你去講 講出一片說不定會有 我不知道的 我再來按圖鎖進 要不然你看才講完 今天就二度提訓柯文哲 你怎麼看 這個要串供難度是有啦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如果是禁見狀態 除非今天有律師跟他碰面 否則基本上他是看不到 這些新聞報導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陳佩琪他這一次 他秀出他的這些數據 他的這個什麼金流 其實意義不大 那關鍵還是在於說 對於比如說現在外界質疑 你這個財產沒有申報 比如說你這個什麼 前因後果對不起來什麼的 其實對於柯文哲來講 對於陳佩琪來講 只要他的金流跟金華城沒有連結 他就賺了 這個才是這個案子裡面最重要的 對於柯文哲來說我都有假賬了 我都有商辦4300萬了 我還怕那個100萬沒有申報嗎 那個對他來說根本已經是一個 根本無足輕重的事情了 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檢方檢聯努力的要找出有沒有金華城案的對價 也就是所謂違背植物收衛罪 為什麼因為這個案子如果有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沒有叫做現在柯文哲叫做土利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如果都沒有 就是說土利跟這個都沒有 那叫什麼 財產來源不明罪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按照柯文哲 大家還記不記得最近都在瘋傳他的 囚徒困境的影片 他在教大家什麼叫囚徒困境 什麼人都不認 所以所有人有可能 因為你都掌握不到他的證據 就可以一起脫身 所以柯文哲對這個非常了解 那我只能說 關鍵還是在於證據 只要今天有金流連結到金華城 對柯文哲來講就是致命的傷害 但現在從檢聯他們的動作來看 包括還要去查扣 這個所謂的保險箱 包括還要再約詢 這個陳佩琪還要提訊 柯文哲目前看起來 恐怕還在突破當中 好小平哥 你今天也跳出來質疑昨天 陳佩琪醫師他的記者會 你為什麼不相信他昨天記者會 他講很多 他要拿更多去杜憂憂之口 對 你怎麼看 我請問那個陳醫師幾個問題 就是說他跟他老公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 他說他們全家移民美國 有移民嗎 沒有 第二個 這個買賣 我們有看到這個陳先生 他入賬4300萬 假如300萬的那個叫做土地政治稅 陳先生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那個匯給他 可是我們要看到陳先生跟私約 那個才算數嘛 然後第三個呢 他用什麼錢買他沒有交代 而且以人疑鬥的時候 他三個帳戶有個寫刻有沒有 那他前面的說法是什麼呢 說這個7300萬 然後匯給他三個帳戶 匯給阿伯 就是一票30塊的總統的補助款 個人的補助款 那你寫個科什麼意思 那另外兩個是什麼帳戶 所以有沒有匯都不一定 很難說 那我繼續問呢 然後你用什麼錢匯 這是關係到非常非常重大 最近事都很怪 你看 他三天前 我的謝民跟我講說 他為什麼 他的那個第一銀行 真正的分行是在東門 東門很熱鬧 很多人去 那路上走的也很多的商業區嘛 他為什麼要跑到 那個信義路的 第一銀行 信義福行 那邊人比較少 大安森林公園的正對面 舍盡求遠 對 不 他要避人耳目 因為東門實在太熱鬧 你們知道東門的情況嘛 那邊都是商家 路上都是人 那不是他自己的帳戶 他自己帳戶自己去 他不是說他的小孩 就很怕見人 然後他老公被縮壓進見以後 大家好像打壓他 大家人心惶惶 他們全家人 誰去 那個阿瑶去 他大兒子去 那阿瑶為什麼要陪他媽去 阿瑶在裡面 是不是本人去 阿瑶在裡面有什麼戶頭 有沒有轉帳或幹嘛 真的不知道 這都是引人 這個時候 你說林貴你不要去嘛 你很醒目 這個結局員 查成這樣子如火如荼 你怎麼還敢去 你三年前去你幹什麼 這是一定要交代的 好 陳佩琪大嘴巴 他會不會反而多說多錯 宇軒 我們看到記者會上 最近報的就是 他在這個現場公佈了一張 4300萬買商辦的購買明細 原來買方不是柯文哲 是陳佩琪去買的 你再進一步去比對 先前1.3億豪宅也是他去看的 所以回過頭來 焦點在這一張明細 有沒有不當的金流流向了這一張明細裡面 而他是不是也剛好給了檢察官 暗圖所計追金流的方向 陳佩琪會不會進一步從證人轉被告呢 陳佩琪他當然會從證人轉被告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第三夫人 他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女車手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你發現一件事情 整個柯文哲所有跟他有關的 案情盤跟錯節 不管是說你到買辦公室 甚至是看豪宅 甚至是開人頭公司 請問一下錯綜複雜 每一次引爆案情的焦點都是誰 陳佩琪 都是陳佩琪 所以當今天陳佩琪就在出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非常的高興 為什麼越顯然案情又要突破了 他公佈的是什麼4300萬 各位他說這是買商辦的錢 是從哪裡來的 選舉補助款 結果不說不好 我們講一講了發現更多的貓尼跑出來了 因為你看第一個 買方的名字是由誰 陳佩琪 所以這個符合誰的當時的第一時間說法 各位 陳佩琪當時說晚風許許 我看了許多的房子 我辦公室也看啊 我好仔也看啊 我小仔也看啊 我都看 各位那時候說都看 所以代表看房子的人是誰 真的是陳佩琪 但是柯文哲在記者會上的說法 跟大家講什麼 說沒有啦 這我要用的啦 我要用的掛我的名下 因為我跟你講喔 那個時候記者問得很清楚喔 說柯主席為什麼是登記你個人名下 而不是登記在民眾網名下 那個時候柯文哲大可以講說什麼 講說沒有啦 那我太太去看的啦 我太太買的啦 你知道差別在哪裡嗎 今天如果是你陳佩琪買的 請問一下陳佩琪跟民眾網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沒有關聯 零喔 他連黨員都不是喔 所以這就代表完完全全是屬於柯文哲個人的私產喔 而且還不是掛自己名下喔 掛陳佩琪名下喔 對不對 那這跟掛黨主席的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那時候講句話非常關鍵 他說 畢竟喔 我還是黨主席啦 民眾黨主席就是我嘛 結果根本不是掛你名下嘛 掛你才來名下嘛 那你要怎麼解釋 再來第二個 這個案名也很奇怪 這叫什麼 柯南捷運管理辦公室 不是我不知道 柯南捷運到底只是說 他這條剛好在柯南線上呢 還是怎麼樣 因為當你掛這個名字的時候 很顯而易見的嘛 當下有沒有其他使用者在裡面 有 所以這個東西有沒有辦法成為民眾網辦公室 沒有辦法 而且是我們講 一年半載恐怕都沒辦法 那跟陳佩琪所述說說 我是要提供給民眾黨使用 就這樣哥 我跟你講沒有人大家傻了啦 你要立即要使用 請問現在立法院黨團現在不用開嗎 對不對 立法院黨團現在這麼忙 我們講的 好你說台坡到的太遠了對不對 立法院究竟需要一個辦公室 然後你說不好意思要等到第二次 也就是等到民眾黨兩年一輪嘛 第二年上來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那這個叫做什麼 緩不濟急啊 而且就連被問到裡面的細節跟內容的時候 有問到喔 記者問到一句很關鍵的說 好 陳佩琪夫人 你也承認你錯了 你也承認了這個蔬師思慮不收嘛 那你什麼時候要把它給民眾黨 他百貨紋就是這樣嘛 結果你知道陳佩琪說什麼嗎 沒有啦我最近事情很多 我太忙了啦 又跑掉了 我再請律師看一下啦 針對問題回答 不是 到現在為止 這個4300萬已經成為民眾黨的痛腳 已經成為柯文哲非常難看劣跡斑斑的 那個到現在搞不清楚USB的小審1500 1500 1440 幾乎就快要match了 這個要怎麼解釋 居然跟我跟你講 我要跟你從我們講盤古開店講起喔 不要他講說我們斷章取義 為什麼 因為當這個1440萬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講說 藝營科 所以代表是來自柯文哲的帳戶嘛 來自柯文哲的錢嘛對不對 因為他總共是總共分三筆喔 我都已經仔細看過那個裡面的每一個細項了 我不只看到這一張喔 我是看到每一個細項 的確三個帳戶都是從選舉補助款出來的 也就是2500萬 2500萬 以及2300萬 那從當中的話波 包括我們講的這些零零所有的細項 比如說簽約金 服務費 簽約費 服務費 預收規費 完稅費 這些項目的確都是從柯文哲帳戶出來 而且那些帳戶 都是選舉補助款的鏡像 這個部分是沒問題的 但你知道真正有問題在哪裡嗎 在於陳佩琪的說法 陳佩琪當天大家一直在兜說 到底這個1500萬 為什麼會有這個我們講缺額 你知道是來自哪裡 陳佩琪說 柯文哲2018年 市長的選舉補助款 是不是有1700多萬 結果你知道他當下給記者看的文件 後面寫什麼嗎 寫什麼 減掉選舉費用 所以只剩下200多萬 這是他當天 也就是昨天 受訪的時候拿出來的文件喔 那我問一下巨像科 當年柯文哲的講法是什麼 是什麼 柯文哲說 我跟你講1700多萬 我在加我的那個保證金200萬 或我自己還要倒貼60萬 才有辦法把貸款還完 他的算法是還剩200萬 你那邊還倒貼 對 所以 俊翔哥你看喔 當時柯文哲是不是貸款了2000萬 對不對 是 那他當時的說法是說 我拿1700萬 加上了200萬 然後再補大概60萬 剛好可以把我這個貸款給消掉 其實我陳佩琪的今天講法不是 他說1700萬裡面 我們沒有全拿 我們的1500萬 還要倒貼到選舉款項去 所以我只剩200萬 那我俊翔哥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一下 當時貸款有沒有還掉 還了啊 還掉了嘛 可是問題是你柯文哲原本是說 你用1700全部去還的啊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不是啊 中間有1500萬 你是拿去做選舉支出喔 我柯文我都可以算出1500萬給你看 就是他當時我們講1100萬的負債 他當時支出大於收入1100萬喔 然後呢還有300萬的律師費 為什麼因為丁守中那時候是不是 選舉無效 所以我跟你講各位加動起來 大概就是這個1500萬 那些問題出現了啊 你柯文哲當時賬戶 明明沒有這個1500萬 為什麼最後貸款這個1500萬還完了 所以各位這是我們講的 消失了1500萬 這個貓膩會不會就藏在這邊 因為你如果再把它合庫啊 富邦所有的存入系統 但各位我跟你講那是一部 而不是全部 就是那只是其中一部分 因為他現在講說很多賬戶都被扣押在 我們講檢調那邊喔 我們光是看他在當中 他所謂的申請所謂的交易紀錄裡面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貓膩 那不禁想問到底柯文哲整個帳戶的全貌 會是什麼樣的大祕寶 其實最關鍵的是四個字 買商辦的什麼 理由 買屋理由到底是什麼 照你講的 柯文哲說因為 黨部要用啊 我自己花錢 讓黨部可以來這邊運作 我兩個基金會一起來 陳佩琦不是這麼想 所以到兩夫妻要不要兜龍一個說法 但是問題是如果再出現任何一間 額外買的房產那該怎麼辦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這是第一點 那柯文哲就爆囉 因為他所有存值我們都看過了 餘兒根本沒那麼多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先前看過的豪宅 他一直堅稱是1.2億嘛 但實際上不是嘛 實際上是什麼 他包括1.43億也有去看啊 而且他也有去看我們講的2.5億啊 他也有去看什麼 看我們講的1.2億 結果是兩戶 他是看兩戶耶 各位就兩戶打通那種的 所以現在這些癥結點 不在於說 他們只能用一種說法就是 我把所有的房產賣掉 我又不是窮人對不對 我也不用裝窮嘛 我其實是買的錢 所以我跟你講 代表說他一定有一些不明的金流 因為你光看帳面上來講 沒有人會這樣理財的 所以這個說法已經撐到滿了 再吹氣球就爆了 而且你看喔 他後來又講說 沒有啦 因為這個4300萬是被爆出來的 就像我再講一次 他不是民眾黨主動公佈說 我們要買辦公室 而是被爆了之後 先說個人 再說是黨團辦公室 最後再說基金會跟智庫辦公室 各位你去對比一下 兩邊的評數差距 基本上來講 基金會根本不可能搬過去 那個評數是都不容的 所以當現在柯文哲 越講越多理由 真正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在司法能夠圓這個謊 但在社會輿論上 早就已經信用死亡 好 楊明 我們看到昨天的陳佩奇這場記者會 他當然有足夠的信心 他想要出來把話說清楚 可會不會反而丟出了這一張 惹火上身呢 首先第一個 因為他現在的身分是證人 是這個案子的證人 還沒有轉為被告 所以他現在出來講話 當然我相信 檢連是非常不樂見 為什麼 連這個去抄這個保險箱的時候 都特別提醒不要對外講 那這個就表示 如果今天他開了這麼高調的一場記者會 還篩選媒體 就是說還去只針對特定媒體來說明 其實我覺得大可以 你就講一個叫做 如果你今天害怕面對所有媒體 你就線上直播嘛 記不記得像我們以前這個疫情的期間 你就用這個方式 那把各媒體把收集的問題全部收集 你在線上直接回應嘛 也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啊 但是當你今天選擇性的 跟針對特定的幾位媒體來去曝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反而會有一個反效果 因為多數媒體拿不到第一線的這個資料 而且呢都是透過轉述 轉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媒體來講 這是一個失敗的操作啦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如果裡面有任何的瑕疵 比如說像以前的幕僚 2018年幫柯文哲選舉說 你那時候說虧60萬 怎麼現在變成多200萬 那錢怎麼對得起來 這時候疑點又增加 那疑點增加 雖然那個金額老實說 你還對不上那個什麼金華城 目前看起來可疑的什麼1500 還對不上啦 但是呢 如果今天有說不清楚的金流 對陳沛琦來講 陳沛琦是聯合醫院的 他是公務員身份 他會有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所以這一塊會不會很快的減聯 就要把它轉為被告 我認為這一塊其實比較麻煩 目前看起來洗錢的部分 老實說啦 ATM那個都有憑有據 這個不叫洗錢 但是如果今天有財產來源不明的部分 恐怕陳沛琦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或是說的很多 但是又增加更多疑點的話 反而對他是不利的 好 各位朋友 今天下午有一個最新的發展是什麼 我們上個禮拜幾天前 是不是告訴您說 除了1500小省揮不清 還有一筆叫做光頭200萬 記得嗎 來 今天開花了 柯文哲光頭200萬是誰的 這個光頭今天曝光了 小平哥就接獲了 現明的一個陳情 這光頭是誰 那200萬跟柯文哲有關係嗎 很奇怪 這個200萬應該不在EOSB裡面 可是又在裡面 因為他是律師 光頭那個蕭逸紅嘛 那兩天前那個受害者就是 有一個來跟我陳情 李先生說光頭跟他老婆在一起 然後呢 前幾個月他們就一直打那個離婚官司 然後他那個時候蕭逸紅不紅 他說看到一個光頭怪怪 一個律師 他老婆律師這邊都光頭很醒目嘛 而且他老婆跟著律師出庭 好像小鳥依人 他覺得怪怪 男人的直覺說兩個 這兩個有沒有在一起 他就開車跟跟跟跟 那跟到第一個場景是 有一張照片出來 他那個蕭逸紅抱著他老婆 然後當時那個李先生跟他老婆 就是李太太 跟蕭逸紅在一起的女生 他們的小孩還在車上 那李先生覺得心很痛 你們優惠把小孩丟在車上 那過幾天更離譜了 跑到維格在裡面四個小時 他就去告 他的關係跟柯文哲沒有關係 對 跟柯文哲沒關係 跟沈慶晶沒關係 跟金華哲沒關係 可是EOSB怎麼會有寫光頭200萬 很複雜 這個我還在查 我還沒有答案 這個是檢連查一下 就明明是個律師 然後還是說他收他200萬的律師費 還是金華哲跟律師有什麼關係 誰能證明 EOSB上面寫光頭200萬 是 是這樣子 然後就發生一個大的變化 就天平就傾斜 敲敲敲敲敲敲敲 因為陳檢察官是那個 虛擬貨幣的專家 然後今天柯文哲也提出 一個很貴的律師跟他抗衡 因為懂虛擬貨幣的少 那他還要不要繼續當他律師 繼續做的話 每天出庭出這樣的 讓一個戴綠帽子的這樣的律師 那不請他的話 工房上會弱掉你知道 普通人不懂這個啊 所以要不要繼續請這個光頭 這個人 那要阿伯自己來決定了 偉翰 你怎麼看今天下午的柯文哲光頭200萬 原來就是第二次積壓庭 延覽進來法官被解的這個王牌光頭律師 現在這個看了以後真的會嚇一跳 但是你要知道說USB裡面光頭 因為這也是 這很奇怪啊 那個誰 駿哥嘛 康仁俊做的夢啊 是不是同一件事 但是剛好湊在一起 同一件事 吳文哲同一件事 對不對 那像柯文哲他去講他自己的律師 被人家告求償200萬幹嘛 對啊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啦 因為我們現在確實 觀眾朋友我必須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訊息很亂 那大家都講怎麼樣 你看像那個1500 1500後面到底有沒有字 有人說有人說沒有嘛 像這個200萬 那個康仁俊是寫200萬的 如果他寫的也是光頭 然後200的話 那表示200就是錢了 對不對 就是萬了 如果是兜起來的話 就會變成是你在延伸其他的 其他的1500 或者是什麼300 200 500 就變不一樣了 那現在會有一個問題在於說 柯文哲那個USB我們講這麼久了 那現在北遣並沒有跟大家講 他裡面還有到底哪些人 是還有什麼總裁等等 但這會讓大家覺得說 整個金流方面 看來並沒有完整那麼清楚 只是你要知道 現在檢方 還在補強證據的同時 他是兩路進行的 你不能說他一定在這個地方會出事 圖利的部分還要坐實 所以要找林清榮 要找這個林周銘 可是金流部分還找了兩個檢察官 甚至要查比特幣 那你可以說就是說 可能他有很多想像之外的金流 但也可以把它解釋 倒回來就是你根本還沒有確定 他有金流 所以你才要去查這個加密貨幣 沒有我們傳統看到的 什麼拿了500萬 或是收了多少錢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在這個 第四條的部分 跟第五條的部分 他未必會有問題 還沒有看到 但第六條就是 找來很多之前的 這個李德權 還有這些市府的官員 要坐實至少圖利 要能夠起訴他 不過回過頭來 如果最後北遣 不管是兩個月或四個月 他起訴他的時候 只有起訴圖利罪 而沒有這個金流狀況之下的時候 那其實這個民主黨支持者 會有很大的反顧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 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請問一下 多謝 提供 小聲 多謝 小聲 你 兩 雙 那 一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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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